我想問,醫科生是否喝很多咖啡? 沒有特別喝很多,我自己早上喝一杯,基本上是這麼多 我曾經看過一個研究,哪個專業的人喝得最多咖啡 我想是英國的研究,不是科學家 屬於我們的PhD學生,一天到一刻就去咖啡室沖咖啡喝 科學家就是把咖啡變成論文的一部機器 太傷腦筋了,所以一定要打升十二分精神 沒錯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搞什麼科學第十七集 這個是由一個數學老師和一個生物醫學博士 聊天,順便探討一下有趣科學知識的Podcast 我是Keith,讀數學那個 我是Abalona,讀生物那個 每集我們就著一個主題,聊聊有關它有趣的故事和知識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食物Food 我會說怎樣把一個蛋糕平均分給N個人 而不用攪拌機 我呢,就說原來意大利菜曾經是沒有番茄的 這次就由我開始先啦 喂,Abalona 是 你回到英國了 是的,回到三個星期了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現在身處在哪個地方 我現在身處在劍橋 那你現在在劍橋的哪裡呢 現在這一刻身處在劍橋市中心 我想駕車五至十分鐘左右的醫院 就是劍橋的最主要醫院 他叫做Addenbrokes Hospital 的clinical school的圖書館裡面 因為呢,我們本身錄Podcast的時間有點改動 所以呢,就變成我現在要身處在學校錄音 那呢,無驚無險 本身有驚有險的 就是我不知道預訂不預訂到房 最後終於預訂到了 那所以呢,我現在就在一個很寧靜的圖書館的training room裡面 那就希望這次錄音沒有意外啦 哈哈,我們每次都要這樣說一次 喂,我想問呢 這個醫院是不是很多劍橋的教師和學生都會去看的 看嗎?看也是的 那因為最近的最大的醫院 那誰有事都會來這裡的 哦,所以如果這個劍橋醫院有任何的醫療事故 是不是人類文明就會失去一絕 因為有很多有知識的人士是會有問題的死了 那希望沒有這個意外啦 那你現在回去讀醫啦 最近有什麼情況呀? 其實開始了兩個星期半而已 頭兩個星期基本上都是Introductory 就是很多Admin的東西 很多Introductory Lectures 但是已經開始要學clinical examination 就是要學用聽筒呀 或者用不同方法去檢查 病人的心血管系統呀 呼吸系統呀等等 然後學完之後呢 是互相練習 所以很好玩 然後我剛剛呢 就是我們現在錄音呢 我剛剛從哪裡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學完抽血 那我們學完就馬上要互相練習 很成功地我和我的朋友呢 都互相抽到大家的血 而沒有捅死大家 哇,緊不緊張呢? 有沒有我上次幫我抽血的人那麼緊張呢? 不是呀,我們兩個都很淡定呀 我就淡定一些 他就興奮一些 他就說,呼呼呼,可以抽血了 醫生也是很特別的人 是,下次你給我練習一下 開玩笑 那些clinical examination 我們是suppose 就是當然在病房的時候 就盡量找病人練習 或者在其他時間可以找同學互相練習 或者找家人 甚至沒有的時候 都可以用teddy bear或者枕頭來練習 OK,即是你幫枕頭抽血 不是抽血,只是clinical examination 我檢查你的肚子有沒有事呀 如果我打開一個醫科生的睡房門口 他可能是在跟枕頭聊天 是啊,我也打算買一隻teddy bear 你讓我練習 Oh my god,你今天有沒有不舒服呀 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我就睡得很差了 讓我檢查一下你的手指 然後讓我聽一下你的心 然後就想像一些心聲出來 Teddy bear也是沒有手指的 其實你也要想像 是啊 那挺好嗎?你的讀醫生活 挺好呀 而且因為暫時都是剛剛開始 所以時間表都是很兇兇的 就是很多空餘時間 所以早兩個星期呢 我就做了一個很classic的 劍橋做的活動 就是叫punting 即是甚麼意思呀? punting p-u-n-t-i-n-g 是啊 punting其實呢 跟punt有沒有關係呀? 不幸的 就是punt就是食字呀 我很不肯定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字 沒有ing版是p-u-n-t 是 punt呢 從古英文好像是推的 其實我好像找不到punting的中文 不知道有沒有中文 就是在劍橋 劍橋最出名的就是那條河 在徐志摩的散文集 或者詩句裡面 就所叫的康河 因為劍橋以前也叫做康橋 劍橋這個名字 在別康橋 對啦 沒錯 啊 劍橋不論是英文 和中文就是cam bridge 在river camp 條河的river camp 在river camp上面的bridges 有很多條跨過康河的橋 而在這個康河裡面 很有名的一個活動 就是叫punting 那punting是什麼呢? 就是大概叫做搐船 但是不是普通的艇仔 用掌去搐的 因為河底其實不是很深的 所以有些艇 叫punt punt 可以坐有大有小有寬有窄的 可以坐六至十人左右 然後負責搐的人就站在船尾 用一枝很長的桿 然後去搐河底 去推動船向前走 哦 即是不是用掌 是的 就是撩他過去 又不可以叫撩的 總之是用一頓河床 因為我想起 我之前看小樹企有條片 小樹企是香港的youtube channel 他們整間公司 他們逢親這個端午節 就要把幾架板車綁在一起 然後拿些廁所板 就扔了扔了扔了 This is punting 我都好像見過那條片 有少少區別 但是原理差不多 那個區別就是 廁所泵 是的 廁所泵 有少少區別 但是原理差不多 就是他們是 就是當像龍舟的獎一樣 每條船有很多廁所泵 但是這裏就是 只有船尾一個人站在那裏 搐河床 哇 其實都挺難的 其實是不是其實是很用力的呢 因為你一個人要找到一個資點 然後把整個船都移動 那我就只是跟一個朋友搶一隻很窄的船 所以就很輕 你的意思是你搶那個人 是啊 我是搶那個人 哦 做坐呢 我就坐過很多次了 搶呢 我這次是第二次 其實我四五年前 未來劍橋讀書的時候 有一次來 那些公司 你可以選擇 加入他們的tour 有人講解 有人搶 你也可以選擇 自己租一隻船來搶的 其實四五年前 我都試過一次的了 其實那次我是完全搶不到的 搶又搶不動 然後Z型地走 然後慢慢撞河邊 但是這次呢 我不知道 腦子開了笑還是怎樣 搶得動 其實是好事來的 我以為你是想分享一下那個技巧 原來是不知道為什麼動的 有有有有少許技巧的 因為其實那支桿都挺長的 你捅下去那一刻 就要垂直下去 那你才可以硬最多 垂直捅到河底 然後開始呢 就是搶那支桿下來 推推推推推 慢慢開始推斜它 那麼推到桿的東西盡頭 然後呢 因為我都未是太Skillful 所以呢 這一刻呢 這隻船未必在走直線 或者你想走的方向 那其實這支桿因為夠長呢 你拿起它的時候呢 可以有少少當舵那樣用呢 去幫助你 引導回去正確的方向 OK 這個就是我那天 領會到的巧妙了 即是同時間那支桿呢 是用來將船向前推推 但同時間都是用來steer的 即是 零左零右 都是靠那支桿的 是的 是的 那我們那天呢 就有兩個目標的 一就是動到 第二就是不要掉落水 那我們就很成功地呢 兩個目標都達到 但是不有趣了 我覺得要有其中一個 跌落水就會有趣一點 因為呢 聽聞啊 你看這條河的水是極骯髒的 你跌落水 有機會吐舍的 嘩 是骯髒到這樣嗎 這個 這個傳聞而已 這個我不肯定 但是 但是 我真的有朋友跌落水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即是很難上來的 又不是難的 因為這條河很窄的 你又可以游上岸 又可以拉上船 但是 濕了身也不好 還有 可能水很冷 我們今年英國的天氣 有一點奇怪到現在都很暖 所以我餐那天是陽光普照 甚至是很熱的 如果冷就更加不好玩 跌落水的話 我明白 Keef 你呢 最近怎樣 我呢 今年是第一年 做中一的班主任 我教了很多年書 我都沒試過做中一的班主任 又沒試過教中一 所以今年是我超級興奮的 嘩 好興奮哦 你要給一個好的 first impression 給中一生 去熱愛這家學校 還有中學的生活 是啊 我都覺得是 都挺重要的 這樣 但是呢 我都覺得挺幸運的 就是 我 那班同學仔 好有趣 因為你預測中一寶寶 第一天見到你 其實他根本是一個小學生 就是他仍然是 是 就是他是小學生 所以 是很可愛的 就是那些男生還沒變聲 然後 然後又跟你揮手 那些 很可愛的 然後是會有些人走過來說 潘Sir 我看過你的影片 我沒想過我的班主任就是你 那樣 so cute right 有小粉絲 是 超可愛的 當然他沒有特別說 那條片是他喜歡 還是不喜歡 我說小妹喜歡 是 這樣 但是呢 中一寶寶呢 就是 可愛還可愛呢 就是有很多東西呢 其實呢 是 你要跟得很足的 就是你 不特別說 他是會 不知道 或者不懂的 那 例如呢 我們 入學的時候呢 通常會有份 form 給他們填 其實是一個表 填一下 啊 你是 叫什麼名字啊 你家裡住在哪裡啊 你電話是多少啊 之類的那些 嗯 那其實我都預期了 就是有些東西他是填不到 例如地址 那樣 就是可能中文會填 英文不會填 那樣都很正常啦 OK 因為小學生 升到中一了嘛 雖然我 我腦裡面總是有個印象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有份英文功課 是要寫自己的地址 然後寄回家 你有沒有類似的功課 沒有啊 我讀過那間是漁文小學 哦 所以是講漁話的 不是 即是fish language 那些教學比較基本 可以這麼說 OK 是的 我很有印象的 因為很開心 小時候收封信 自己寫給自己 但是我也預期寫地址很難啊 還有呢 我記得我中一至中六呢 即這份表呢 其中一樣東西 其實每年都要填的 就是要填 父母的年紀的 哦 我每年呢 我希望這些學生不是在聽著 我每年都是隨便填的 父母的年紀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父母的年紀 所以他們是又大過一年又小過幾年 是的 他們就會突然間很老 突然間很年輕 突然間又不變 因為每年都是大概是這樣啦 現在我想起 我應該都是古大了我父母十年了 那時候 真的慘 你有否跟他們說 沒有啊 哦 他們都沒有寫這張東西 哦 OK 他們沒有看過這張東西的應該 是的 那就是我都預期了有些東西填不了 但是原來呢 其實你應該是學生填還是家長填的 這份東西 學生填的 哦 OK 那所以其實你預期呢 就是有很多東西都不算太準 我猜是大概有一個認知 知道一些不同的事情 但是呢 今年令我最驚訝的呢 就是有些學生跟我說 我不知道我父母是做什麼的 那麼糟糕 他說 蛤 是不是一個商業秘密來的 就是他不可以說他的兒子 其實他是做間諜的 是的 就是不可以 他不知道父母做什麼啦 那當然我都明白有時候 就是這個年代 有時候有機會是 譬如小朋友跟家人的關係 未必是很好的嘛 或者可能父母有機會離異 那麼你不知道另外一邊的 爸爸媽媽做什麼可能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湯匙就不是啦 他們是一起住很開心 但我就是不知道父母做什麼啦 這樣子啦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會說 我媽媽呢 沒有東西做的 這樣 那是不是不用填啊 這樣啦 那我以前腦裡面就沒有東西做嘛 那那個job就寫家庭主婦啦 那現在其實我又想 其實又不一定啦 你不做事不代表一定是做家庭主婦啦 是啊 是啊 是可以做不做事的嘛 是啊 享受世界 是啊 即可不可以填享受世界呢 不知道啦 是 那接著有個小朋友問你 啊 家庭主婦是不是職業啊 我說 也可以是職業的 你寫吧 那那個虎字怎麼寫啊 即你會問得很準 哦 即所有東西都不懂 你要慢慢揭曉 如果有很多時間呢 是很可愛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什麼時間呢 有時候都會問 講時間 有時候都會有點問陣 不過in general我都覺得這些位置呢 是很可愛的 嗯 還有呢 我覺得是一個 重新提醒我呢 就是 原來很多東西都是learn的 即你很多東西都是學習回來的 即很多東西好像理所當然 你很多common sense 但是其實都經過學習這個過程 嗯 那我覺得 啊 都挺有趣的 原來這個年紀是 即有些information呢 是他應該可以自己找到答案的 他是不懂的 即譬如可能左邊份form有英文的地址 我派給他的 那右邊問他英文地址 他就已經告訴我 他不知道他英文地址是什麼 但是他可以抄改的 哦 是的 他是不知道的 即原來這件事都要學回來 我覺得很神奇 嗯 是的 但是on the other side 我上一堂 因為中一 我那間是英文中學 那就要教他的英文terms 因為很多小朋友是中文小學的 我也是有一間中文的漁文小學 升去一間英文中學的 我們有暑期作業要做的 然後我記得我表姐是來教我 即是加減成除這麼簡單的 英文都要學才懂 是的 其實就是所有東西都是學回來啦 那麼中學呢 其實我們都會教他 即是溫一溫書的 因為有些小朋友都認識了 那麼我記得那一堂就是教他 啊 加減成除 英文是什麼 然後結果是什麼 那麼我們 即是我們小學學過的嘛 就是加的結果就叫和 哇 是 減的結果叫差 那我就問他 啊 知不知除的結果是什麼 那麼他們回答的是雙的 哇 這個我都不懂 我就問你有沒有聽過quotions這個字啊 嗯 那麼有個小朋友就說 就是或者有沒有聽過雙這個字啊 那麼他們就說 啊有啊 智商啊 這樣 哦 是啊 沒有想過中文那個雙都是由quotions到來的 啊 因為我本身不知道除的結果是雙 是啊 沒錯 即是他就說 啊 智商啊 嗯 那麼跟著呢 I was like 啊 是機會啦 那麼我就想著impress一下大家 因為我的general knowledge 對不對 我就問大家 知不知道為什麼IQ叫做 intelligencequotions 就是智商啊 嗯 嗯嗯 然後有個學生舉手 他exactly答到為什麼IQ叫 intelligencequotions 我舉手 他原本developed的時候呢 是除那個小朋友的那個年齡的 然後之後如果大人就除不了啦 或者沒有用啦 除大人的年齡 所以是除大家的average的智商 是吧 我覺得你大概都是那個意思的 那麼他的idea呢 原本的idea就是呢 其實智商呢 就是你的實際年齡 和你的心智年齡相差 就是你的腦部年齡啦 是 那所以就是 假設你是十歲 我給了一個test來做 我發現你的腦的年齡是二十歲 嗯 那就是二十除二十 乘一百啦 所以是IQ就是二百啦 嗯嗯 其實就是exactly你剛才說啦 不過他就說得準確一點啦 OK What a shame 還有呢 他是會 因為要用英文上課的嘛 我們 那他是會 說一些很搞笑的英文 即是很cute這樣 Is your brain age divided by real age 就是你的老年齡 隨意你的實際年齡 Oh so cute 食以一八這樣 哇 這麼厲害的 是 所以我發現 即是on one hand 其實可能你覺得他們什麼都不懂 但on the other hand 可能他懂些東西是 即是很specific surprising 是很surprising 即是很令人驚訝 那所以 即是不要低估小朋友 on both end 今天講食物呢 其實呢 這一刻呢 其實不是太理想的 因為呢我現在是未吃中 不太容易 不過我又不是很肚子 所以可能等下break的時候 去拿少許東西吃 好 那呢 開始的時候我問你幾個問題先啦 你喜歡吃奇異果的 OK OK 我不算太喜歡他的口感 哦 因為我很喜歡吃奇異果 那你知不知道奇異果在哪裡來 火星 認真點答 不是啊 你每次這樣問我都錯 上次問我代書在哪裡來 我說澳洲都是錯的 我覺得是火星 不行啊 你要說地球一個點 一個地方 OK 地球一個點在樹上面 地區啊 哦 澳洲 啊 現在那些奇異果在哪裡生產 我真的不知道啊 在哪裡啊 非洲啊 Oh my god 不是 新西蘭 沒錯 Bingo 如果大家有看 有個YouTube Channel 叫MeowMeow的話呢 他們之前有個series 是去到新西蘭去訪問那些奇異果農夫 哦 但是其實呢 奇異果並不是 是在新西蘭那裡原生的哦 等一下 我想問呢 你意思是 這個世界現在這一刻 只有新西蘭有奇異果出產嗎 不是 新西蘭是一個很主要的奇異果出產 甚至我不是太肯定 它是不是最大 有機會是別的 不過這個我不肯定 但是 奇異果本身不在那裡來 那我不叫你猜在哪裡來 南極州 他跳過去的 不是 那也要相近的 啊 是上次說過 有一次說過 這個大陸版塊移動 但是這個 我們是說近代很多的事 這個是人為的 上次是說自然在 over the millennia over幾千幾十萬 甚至百萬年的演變 但是這次我要說的是人為的 所以近很多 那些植物的來源地 通常跟現在的災種地 那些氣候是要類似的 那才能種到的 那奇異果呢 原來呢 是在中國來的 什麼啊 即是呢 原本這個世界上 在幾百年前 新西蘭是沒有奇異果的 奇異果的祖先 只是在中國存在的 啊 即是那個地方有沒有袋鼠 有沒有奇異果 什麼都沒有 新西蘭到現在都沒有袋鼠 除了在動物園裡面 是嗎 不好意思 袋鼠在澳洲 雖然我之前都經常覺得 歸類將澳洲和新西蘭 當作是日同一樣東西 但是原來我發覺都幾不同 原來不是的 還有新西蘭和澳洲人都互相覺得 大家有些奇怪 我不肯定 我不肯定 但是總之是 是有分別的 這兩個地方 你一次得罪了兩個國家的人 是 是 Anyway 原來他們是在中國來的 而在中國古代 奇異果呢 是叫做尼侯圖 很難讀啊 因為三個都是同一個陰運 尼侯圖 很低音 尼侯圖 是啊 那是在 是嗎 因為牠像猴子 我不知道 你怎麼想像一下 那些顏色 有一點想像力 我不知道 原來尼侯圖 是近到 是在1904年 才被一個 來自紐西蘭的校長 他去中國傳教的時候 順便將奇異果 尼侯圖的種子 帶回紐西蘭 才開始在紐西蘭栽種 哦 即是一百年前左右才開始 紐西蘭會有它的 現在周圍都是的奇異果 沒錯啊 然後呢 我就要說 我這次的 prompt 就是說 你想不想像到 意大利菜 沒有 蕃茄 因為 譬如 意粉的紅色醬 都是要很多 蕃茄的 你又不從意大利來的 是的 你全中 蛤? 那為什麼 我不懂 譬如 這個會成為 Cruzine 最重要的東西 但其實 可能產地不是來自那裡 是啊 我這次準備的時候 都看到一些 comment 就是 其實一些不同文化 是很快地去 奪取一些新的材料 即是古代很多時候 譬如絲綢之路 甚至哥倫布 為什麼要向西走 其實他是意外地發現到美洲 他不是打算去美洲 他是想找一條快點的路徑 是去到東南亞 去 trade到那裡的香料 所以在古代 因為每一個地方 原生的植物很有限 所以大家很多的商業 貿易或者不同文化的來往 都是關於交換這些不同的植物 香料 食物 而當一個文化 接觸到一個新的香料 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被吸引 然後就會很大量地 進入他們的Cruzine 即是好像朱古力和咖啡 都是南美洲來的 嗯 又或者好像英國人 對茶上癮了這樣 所以就基本上 挑動到 發動了這個鴉片戰爭 就是為了要拿到茶 所以重點就不是 那樣東西是不是來自那個地方 而是那樣東西好不好吃 是的 即是如果好吃 我就說是我的了 是的 即是民以食為天 打仗也要喝到杯茶 是的 那說回番茄 在番茄去到意大利之前 意大利的食物 當然就是沒有番茄 那番茄什麼時候去到意大利呢 就是跟哥倫布有關 哥倫布在十五世紀末的時候 發現了新大陸美洲 十六世紀初 就開始把番茄帶到歐洲 所以意大利人接觸到番茄之後 就愛上了它 而哥倫布和其他歐洲去的人 在美洲發現了番茄 然後帶回去歐洲之後 尤其是意大利人 和歐洲其他人 就愛上了番茄 那在意大利最早的文字記錄 就是在1544年 就有第一次記錄了這個 POMODORO Yes POMODORO 是的 Kiv 你拍過片 介紹這個POMODORO技術 就是番茄技術 是的 連這個字 就是POMODORO 這個字都是意大利文 是的 POMODORO 現今就是意大利文的番茄這個字 POMODORO原來的意思是 GOLDEN APPLE 即是黃金蘋果的意思 哦 即是它一個 新的東西 貴一點的蘋果 是 正一點的蘋果 是的 金蘋果 哦 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黃金法則 怎樣可以令你有效去做你想做的東西 可以看下方的show notes 推介的POMODORO technique 這條片 是跟shameless的tack自己 這個是黃金鈴的POMODORO 是 不好意思 是Aural那部分才是GOLDEN的意思 OK好 不好意思 錯了 是的 其實你想想中文也是 因為如果用普通話說番茄 廣東話也是 番是外來的意思 茄 就是可能某種蔬果 所以是番茄的茄 或者用普通話說就是西紅齒 就是西方來的紅齒 即不是本地的東西 是的 所以我剛剛講了這個奇異的例子 以及番茄的例子 就是原來很多我們現在集以為常的食物 或者是一個文化它們的食物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份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世界的另一端 甚至在一個很近期的研究 發現在全世界 每個地方的食物供應 和農業出產 有高達69% 即大部分不同地方的食物 它原本那些食物的來源 是來自其他地方 就好像番茄是在美洲來 好像奇異果是在中國來 哦 即譬如一個地方 他們平時進食的東西 是的 然後其實可能有七成 都根本不是本地物種來的 是的 沒錯 你這個 summary 很好 哦 但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現在我們吃很多食物 都是一個很globalized 在別人那裡運過來 是 但其實我等一會講到 一個俄羅斯的科學家 他在1926年已經提出了一件事 即世界還沒有那麼globalized 即回到100年前已經是這樣的 不過講這個之前 可以作為一個例子的fun fact 就是都是來自這個研究 我會把這個研究放在show notes 就是在西非 即現在在西非生活的人 他們平均每人每天吃的卡路里裡面 當中有超過800卡路里 是來自南美洲原生的植物 即西非的人每天 其中800卡路里那些食物 原本都是由南美洲到來的 我想問這個原本是 這個蜜種 是的 蜜種 一開始的時候 是的 但現在就 現在已經去了 在當地裡種 在非洲那裡種 是的 所以都幾significant 即每人可能一天吃千多至二千卡路里 當中可能有二分一至三分一左右 都是一些低度來的物種 還有植物其實都在別的地方都生得很好 即本身可能南美洲和西非 我猜可能氣候會有不同 或者土壤會有不同 但它搬過去都會繼續生長 我想要類似 但都一定有少少不同 是的 最初是誰發現的呢 因為古代這些貿易 或者人際的交往 這些都是很自然發生的事情 當時沒有很積極的歷史學家去記錄 這一刻有個船長 就由這裏把種子帶去那裏 接著那裏的人很喜歡這些種子 種出來的東西 接著就種了很多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這件事何時被發現呢 就是有一個俄羅斯的植物學家 他叫做Nikolai Vavilov 他是一個很勤力的植物學家 他就環遊了世界 收集了很多種子 甚至是當時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 他被譽為當時一個最重要的植物學家之一 因為他周遊列國收集了不同地方的種子 甚至建立了當時最大的seed bank 即是種子庫 即是他這麼勤力地收集了這麼多種子 是的 即是一個人已經是最大的seed bank 是的 他在1926年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The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即是人類種的植物裡面的地理和來源 他就在這本書裡面提出了一個concept 叫做Centers of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就是這些被栽種的植物來源的重點 或者中心點 又或者簡稱為Vavilov Centres Vavilov的中心 他這麼仔細地去讨讀不同地方的植物之後 他就有一個猜想 就是一個物種的來源 即是可能他看到蕃茄 他不知道蕃茄原本哪裡來的 可能歷史記載都沒有那麼清楚 他有一個猜想 就是要怎樣找到蕃茄哪裡來的 應該是可以找到很多蕃茄近親的地方 即是一個物種的來源地 應該有最多那個物種的diversity 多樣性 即是可能就算一個物種他好像蕃茄那樣 或者好像奇果那樣 一個人種了去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他的朋友 他的很近的家族 應該都留在原本的地方的 是啊 沒錯 那他就是憑著這個理論呢 然後study了很多植物之後呢 就推論了 即是數個 十個左右的Centers 就是一些很主要的 我們現在吃的食物的 原本的來源地 這個圖我會放在show notes那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來藍莓是北美洲來的 原來辣椒 你猜辣椒在哪裡來的 食辣的地方 不是啊 不是啊 辣椒原本 現在食辣的地方 可能是中國的某些地區 印度和泰國 或者和韓國 但是原來辣椒原本 是中美和南美洲來的 又是南美洲 哦 是的 所以很有趣 我們這麼喜歡吃的食物 原來是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Instagram 看看這幅地圖 那如果根據剛才你說的 這個Vavilov Center 意思是南美洲應該是有最多辣椒的品種 是啊 辣椒的近親 哦 即是和辣椒很近的東西 就在南美洲找得很多 是的 那我們就可以覺得 南美洲應該出產辣椒了 是的 沒錯 所以這個Vavilov推出這個理論 對於我們認識這些物種的來源都很重要 但我多說一點 Vavilov的植物學家 他個人的經歷 最後的結果是很慘 因為當時 這個是說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 其實當時對於 基因遺傳學 都沒有完全接受 那麼我對俄羅斯的歷史的了解有限 但是當時是由斯特林斯特林去執政 那麼這個Vavilov 就很深信這個基因遺傳學是正確的 但是斯特林就不信他 信另一個科學家 然後因為當時的一些政策 俄羅斯在經歷一些農作業的失收 那麼Vavilov就在政壇上 Vavilov就變成一個代罪羔羊 然後他被判入一些很慘的監獄裡面 然後最後他在監獄那裡餓死了 就是一個這麼重要 這麼有見树的科學家 因為一些政治的原因 有一個這麼慘的收場 嗯 就是真是一個很慘的故事 是的 純粹就是因為當時基因這件事未普及 其實就好像當時嘉里略的年代 就是大家都相信地心說 就是地球是個中心 那只要你說不是的 其實地球都圍著太陽轉 那可能你已經有這個殺身之和 忠然你其實是 對的 是的 忠然你可能是為人類文明推進了一大步的 是的 那所以不論是嘉里略和Vavilov 都是他死了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那些人終於發現原來遺傳是正確的 然後才開始找回他出來 然後就重新定定他的重要性和地位 是的 但是Vavilov還要慘得是沒有什麼人吃 是的 連奇異果都不只是在中國來 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是的 是的 我也是這次準備的時候才發現了他這個理論 所以做科學家都是很陷害的 身於亂世真的很多說不定 說起物種的來源 然後我又想起另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來自一本我很多年前看的書 我記得當時我不是讀A級 是讀考IB 在考考IB之前 我還在看一本很厚的書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當時在看這本書 就是叫《Gun, Gems, and Steel》 我有看過 不是,我跟正 我有買過 因為它是一本很經典的書 應該是每個人都要看的 那時候那些人說 於是我買了 看了頭十頁 這本書中文叫做《槍炮病菌及鋼鐵》 就是由美國一個很出名寫了很多本書的生物地理學家寫的 這本書是我看過我最喜歡的一本書之一 因為我覺得它就解釋了世界為什麼現在是這樣 當然我看那些評論 都對它的理論有一點點抗議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解釋得很好 其實在解釋什麼 這本書就是解釋了為什麼在世界這麼多地區 這麼多文明和文化裡面 為什麼最後是歐洲人贏了呢 為什麼是科學一些先進的東西都是由歐洲來的 為什麼不是澳洲的土著呢 為什麼不是美洲的原住民呢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現在世界這樣 在這本書裡面 是的 我知道 其實它有點像 我沒有看完整本書 但是 你有沒有聽過CGP Grey 他是一個Youtuber 他做了一條片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好像有看過他有些片 是的 我猜他的來源就是跟James and Steel 他的片就是說 為什麼當歐洲人去了美洲的時候 還有一些原住民 那些原住民呢 一些歐洲人上了美洲這個陸地的時候 這些原住民就很多都病死了 很多都病死了 感染了瘟疫 但是相反又沒有這樣的 相反方向 相反歐洲人 又不會因為美洲那些人的病 而受感染 究竟為什麼呢 這條片就是講這件事 是的 這個應該是這本書裡面的其中一個point 都很有趣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看這本書 我現在就講這本書裡面的另一個point 就是跟我今天講的一些我們吃的食物的來源有關的 是 這個就講到遠一點 就是當人類初初開始耕種的時候 不同地方在不同時候都慢慢學識了 或者掌握了耕種的技巧 由hunter gatherer 狩獵的時代 變成耕種 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找些東西來種 那找什麼來種呢 那不同的文明就要在當地他們原生的植物那裡找些東西來種 那這本書裡面就有個表 如果大家有這本書 或者想看這本書 而買這本書的話 這個就是table 7.1 那它就舉了例 就是early major crop types around ancient world 就是在古時候 在不同的文明開始被種植的東西 那就發現有一個pattern 就是在不同的文明 就是你可以想是 這個fertile crescent fertile crescent 是在美索不達米 即現今的伊朗 至以色列之間的肥沃的土地 叫做肥沃月灣 中文 譬如在Fertile crescent 或者在古中國文明 又或者在南美洲 Andes 安帝斯生物 亞馬遜那裡 就是這些不同的地方 都採納了不同的當地的物種 但是有一個pattern 就是最初種種 最重要的就是 要填膠肚 就是一些穀物類 或者要足夠營養 所以就是要一個carbohydrate 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來源 和一個蛋白protein的來源 這個表就看到 這些不同文明 都找到它們相應的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的來源 碳水化合物就是穀物 各種各樣穀物 但是因為穀物的蛋白質是很少的 所以理應就是要另一種植物 去填補蛋白質的需要 而填補蛋白質的需要 就是糾類 pulces 我舉例子 比如在美索北大米亞的Fertile crescent 他們的穀物類 他們就是domesticate 就是開始種了大蜜 小蜜 所以大蜜和小蜜 原本是在中亞這些地區裡 然後他們的豆類就是碗豆 p 和小扁豆 就是lantil 所以大家可能有時吃 一些中亞的菜式的時候 都可能有吃過這個小扁豆 它是一個很小粒 好像一個半圓形的東西 比如中國的話 古中華文明 我們的穀物類就是小米和米 然後蛋白質就是 你猜一下是什麼 豆類 這個很明顯 中國人的豆 黃豆 好 Bingo 就是我們用來做豆漿豆腐的黃豆 哦 那包不包紅豆 綠豆 微豆 那些有機會是 其實中國真的有很多豆 我不知道紅豆綠豆和微豆 那些有機會是別的 黃豆肯定是中華地區 我明白 是啊 你說對了 這個表裡面有紅豆和綠豆 就是黃豆、紅豆、綠豆都是中國來的 是啊 還有譬如 紅和綠齊齊 是 還有譬如現在很流行的黎麥 還有粟米 Maze 或者Corn 是在美洲來的 而當地有他們的豆 譬如它有一個類別叫菜豆 我不知道菜豆是什麼 但是原來紅腰豆都是菜豆的一種 就是紅腰豆 還有花生就是由美洲來的 這樣 那所以大家就要appreciate一下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野食的選擇 其實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 是經歷了過去很多的戰爭 長征 才有我們今天的這麼豐富 任我們選擇的食物 是的 雖然現在 像你所說的 很國際化 基本上去超級市場 就買到西班牙的米 這樣才算 但是 可能是 就算在我們本地種的東西 其實它本身都不是來自這裡 而是 它經過了很長時間 才飄飄飄 在哪兒 我看以前的人 真的不會想像到 食物是可以那麼多樣化 然後我們就 吃飯的時候 永遠都想不到 吃什麼 沒錯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食物 都想不到食物 好像古代人 古代人一定是每天都有 吃同樣東西 古代人就不用想,因为只有那样东西吃 啊,就是有多选择 或者没得吃 选择多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就不会这么说的 我也很appreciate我有选择的 好,来到我这部分呢 讲起食物呢 我想起两样东西是 作为一个数学系人呢 经常被人叫我做的 就是很欣赏我这方面的财能的 第一 买单 吃完饭之后计钱 第二呢,就是切蛋糕了 哦,麻烦切七份了 我想每一次,尤其我是一个老师 逢吃生日蛋糕就会说 数学老师切啦 我想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读数学呢 是每一个course叫MATH3005 是教怎样用23个方法 切一个蛋糕分给13个人 5个小朋友和2只猫的 是没有这样的course的 第二呢 如果大家想有一样工具 可以帮大家分蛋糕 请大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介绍了一把刀 原本是有黑度可以分蛋糕 而有这些东西 其实也不需要一个特别人去做的 OK 但是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人们觉得分蛋糕这件事这么难呢 就是因为一来很难分得准 就是把刀有时候都是要经验的 把刀有时候要贴蛋糕 但是呢 现在很多时候你就发现 其实蛋糕就不是圆形的 如果它是一个吉他的形状 甚至想想想上面有一块生日牌 我怎么叫做平均分给不同的人呢 甚至现在有些很3D的蛋糕 是的 就是立体 我最近看到YouTube channel 就是那些呢 就是你不知道切下去以为是一只杯来的 谁知道一切下去是蛋糕 是的 是的 就是很satisfying 就是看那些YouTube shots就会看到的 就是啊 接着就半个钟了 是 时间黑洞 是的 没错 那么呢 同时间呢 就是除了这些因为形状问题呢 同时间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preference 就是可能有些人喜欢多些cream 有些人又喜欢少些水果 有些人就只是喜欢吃那个饼底 有些人呢 就不想吃最顶那块白巧克力那块生日牌 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喜欢吃的 但是你都要分的嘛 其实是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 其实数学家就发现 其实这件事是很难的 那么首先我们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公平地分蛋糕先 那么因为公平的意思就是 你想想其实我随便分 然后抽签的就公平了 嗯 但是我们不想这样做 就是因为呢 你望着旁边那份蛋糕 它好像正一些 这个其实不是很公平的 这个方法 就是撞彩的 但是大家都有equal chance 就是你想想 比如抽奖是一件公平的事 OK 是 所以数学家不是想要这个公平 数学家想每个人看着自己的蛋糕 你觉得是最正的一件 那么正有这个方法 是的 那么我们叫做NV3 就是不妒忌 哦 那么厉害可以教晓人 数学家可以想到一个 这个哲理是教晓人不妒忌 这个很重要 是的 不是的 就是不是心理出发的 是这个实际出发的 数学家就发现 两个人是很容易分的 嗯 那怎么做呢 就是你想想想 就是有A军和B军 是 那么A军呢 就将蛋糕分成两份 他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size的东西 嗯 或者对于他来说 这两份都是equally正的 两份都一样 他一样的喜欢的 是 这件事是你想想人不排除 左边有三粒士多啤梨 右边有四粒士多啤梨 但是因为左手的饼底 就更多 所以我可以填补 缺陷 士多啤梨的空虚 是可以的 OK 那么 总之 A军觉得这两份蛋糕 对于他来说 是一样的正的 但是对于B军不是 不一定是 是的 他见到可能他喜欢士多啤梨很多 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两份蛋糕上 选一份他觉得最棒的 他拿走它 是 OK 然后剩下的那份就会给了A军 喏 A军是不会妒忌的 因为两份都equally正的 所以他其中一份他都喜欢 是的 但是B军也不会妒忌 因为他选了他最喜欢的那份 完成 那这件事就叫NV3 就是他们不会妒忌对方那件蛋糕 OK 是呀是呀 这个都是基本上我和我弟弟分食的方法 是 不过虽然在实际操作 就是通常你发现 就是分完之后 人家选择了那份 嗯 那份好像很棒的 我切得错了 就是通常是这样的 那些人说孔庸让你 可能是孔庸看不到 你的理是最大的 所以他会让你 他错了 对了 我们先假设这件事 就是你切第一次的时候 再一次我们不是要准确 纯粹你看的时候 这两份是最棒的 那就OK了 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多过三个人就很难了 你想想一个切一个简 那接着怎么办 那些人要处理这些问题 就是很难的 那么实际上 这件事是一个数学界 或者是电脑界 一个很难的open problem 甚至有数学家叫Gafunko 哦 好像有个乐队名 都是叫Gafunko 很出名的乐队名 是吗 Simon 还是Gafunko 我想这个性 都不是那么不普遍的 他叫做Solomon Gafunko 这个Gafunko 就不是那个Gafunko 这个Gafunko 是一个美国的数学家 他基本上是教育学者 Gafunko就说 这个NV3的刺蛋糕问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亦都是其中一个 在20世纪最重要的open question 这么重要 要平均分蛋糕 是重要到是整个世纪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其中一个idea 就是大家要处理究竟有些algorithm 究竟是否效果 其实他用了很多时间 都找不到这个东西 但其实有人证明了 就是数学上来说 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是的 其实是存在的 但是没有人找到 所以他就说 其实也是时候了 因为电脑又开始蓬勃了 或者其他工具又开始 发展了 其中一个 没有理由 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处理不了 所以他就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open problem 那真实 你想想 夹分局是1988年的时候 说这句话 真实去到什么时候 找到一个n个人 分蛋糕 而是nv3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去到2016年了 即是都是五年 五六年内很近期的东西 那就由两个数学 一个叫 完全读不到个名字 Az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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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Aziz 还有Mackenzie 对了 就是由两个数学家 Aziz 我不肯定 不要紧 刚才那个是 这两个数学家 终于发现了一个方法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有一个蛋糕 有三个人吃的时候 他能够 大家nv3的 分掉这个蛋糕 哦 他们真的找到一个 即n是去到 多大都可以的方法 是的 没错 那我这里呢 只是跟大家分享 三个人 因为n是很大 就再复杂一点 OK 来了 我们首先预备一下 大家路里面的蛋糕 和三位朋友 什么味呢 什么形状呢 和哪两个朋友吃呢 是的 大家ready了 OK 总之现在有A军 B军和C军 三个人 就分这个蛋糕 好 step one A军开播 首先把这个蛋糕 切成三份 他觉得三份都一样 那么正的蛋糕 OK OK 这个idea很简单 就是好像刚才那样 就是他分了钱 所以这三件蛋糕 再说一次 他三件都觉得正的 他不是一定是平均分的 但是他觉得这三件 一样那么正 嗯 那么当然B军就不会这样觉得啦 因为可能有一块是有多些 嗯 蠟燭碎 就是你不想吃 那么 那么另外一份可能就是 他很喜欢吃cream的 那里有十层cream在那里 那么可能就是 他喜欢多些 那么所以呢 B军看着A军这三件蛋糕 他呢 现在要做的决定 就是选择最喜欢的两件 可以吗 是 选择完之后呢 就是有一件剩啦 那么这个剩呢 就会放在一边的了 那么我们将它放入冰箱啦 嗯 但是留意哦 B军不喜欢这件蛋糕 就是进了冰箱这件蛋糕 A军如果最有收到呢 他是开心的 嗯 因为这个是其中一件 他分到三件 一样那么正的蛋糕 嗯 OK 好了 然后呢 B军不是选了两件 正的蛋糕的 是 那么呢 现在的重点就来了 那么其中一件一定正的嘛 就是可能 呃 呃 这边大件了少少 他觉得 或者这边的cream 少了一点点 那于是呢 B军的目标呢 就是将这两件蛋糕 正一点那件 切走某一个部分 令到它变成两件一模一样那么正的蛋糕了 OK 可以吗 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件蛋糕在冰箱 然后有两件B军切出来的蛋糕 which is equally正的 他觉得 然后有一小狗 他切了出来的蛋糕 嗯哼 好 这小狗太少了 我先放在桌面 哦 哦 那那两件B觉得 equally正的蛋糕呢 那我们就可以问C 啊 你喜欢哪件蛋糕多些呢 嗯哼 好了 C呢 就有三件蛋糕选了 嗯 放了入冰箱那件 他都可以选的 放了入冰箱那件 他都可以选的 哦 OK 想像一下 C 如果选了桌面那两件 其中一件 嗯哼 因为他觉得正一点嘛 那B呢 就可以选了 剩下的那件 因为他两件都觉得 一样那么正嘛 是啊 那于是A就可以拿入冰箱那件了 所以大家三件呢 就选了三件大家喜欢的了 大家都happy了 是啊 那当然C呢 都可以选冰冰箱那件的 是 那而 这个情况下呢 A就可以拿B冰母切到那件 因为那件是他原本自己切出来的嘛 是啊 那B呢 就可以拿它 切了一部分的那件 所以都是大家开心的 他可不可以吃掉它 切走了那部分 不行 现在的问题就是 有一件仔 小小件的蛋糕水在桌面 首先大家分了 大家喜欢那三件大的蛋糕了 其实大家已经happy的了 OK 但是现在有一件小的蛋糕 嗯嗯 好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重新做这个动作一次 但是对那件小的蛋糕 哈哈哈 于是又会有一件 再小一点的碎 做出来 然后再做 做无限次 于是呢 就是until 那些人觉得 足够了 不再要了 你吃光了 那就完了可以 是 这个是第一个选择 那当然不是nv3 这个是充满anger 是 但是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 好了 刚才呢 C军是最后一个选择的嘛 那现在呢 就调回到次序了 C军把这小小的蛋糕仔 分成三份 然后呢 B军选择一份 是 好 B军选择一份 他一定会开心的 因为他是三份里面最正的那份 对他来说 那就是extra的蛋糕 开心啦 A军呢 都是随便选择一份 那他不会不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他第一份蛋糕 是他一定收到 他最喜欢那三份蛋糕的嘛 那么现在还有多一点点 送给他 所以他也是开心的 是 是bonus 是啦 是bonus 最后 C军拿了剩下的那块 饼仔给他自己 他也是会开心的 因为他自己切出来 是三份一样这么正的 小饼 嗯 那于是 在这个情况下呢 大家 就会吃到蛋糕 而大家 不会envy 旁边的人 看蛋糕 因为 你都觉得自己的 那堆蛋糕 就是一块蛋糕 和一块小的蛋糕 是最正的 是啊 大家下次 和两个朋友 吃蛋糕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齐齐那么开心啦 是啊 那这个呢 都是 都在数学界都 蜂魔鬼一时 那大家都拿来讨论 因为 竟然有篇文章 说分蛋糕啦 而是一件震撼的事啦 那是一件 大家都拿出来说的 就是以前的 那样 那当然这个数学界的 YouTube始组 Numberphile 就有一条 Brady Heron 就找了Hannah Fry 一起说这件事啦 那就是很棒 很好笑的 那呢 然后呢 我就看完影片了 在下面的留言 就有个人就说 啊 真的work啊 我找了两个朋友 一起用这个方法 切蛋糕 他们切了两下之后 他们就决定不吃啦 那所以我可以吃完整个蛋糕 开心 那这样 因为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个切蛋糕的方法 哦 哦 就是其实他不practical的 说真的 就是你想想 你直接吃了个蛋糕 是 因为大家都免得烦 是啊 其实这件事不practical的 你想想想 但是呢 其实我猜的概念呢 就是 终于有人发现到一个方法 一个algorithm 是可以完成到这件事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来的 有些人常说呢 数学好像只是计算 但其实不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sort problem 都是要一些creativity 或者有些创意力 有些新的insight 才可以出到一个新的方法 那so that's why 为什么这份paper 那时候那么流行呢 就是因为 他除了三个人可以 他可以去到N个人都可以的 那么厉害 是啊 但是就 切的数目呢 就复杂多些少了 那我说red hand呢 他有个bound 什么叫bound 就是 N个人 你要切多少刀 才可以分到蛋糕呢 最多切多少刀 嗯哼 就是如果有N个人呢 那bound 就是N的N次方 N次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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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次方 总会有六层 蛤 哈哈 是一个很瘋的数字 就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就是你想想 比如四个人呢 可能是4的4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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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尽可以这样 最尽 但是为什么是6的呢 有没有原因的 要看一份PayPal 这个Algorithm 如果多个三位呢 就没有那么简单 就会更复杂 但是总之这个bound 就是很夸张地大 就是没有可能那么大的 就是不practical 但是呢 它有一个bound 就是它能够在有限的下数内做到呢 是一个很大的breakthrough 嗯 就是这样了 所以呢 纯粹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特别的切蛋糕方法呢 是which我是觉得很棒的 好去到conclusion呢 我就介绍一个我很喜欢的数学家给大家吃 就叫废马ferma 那么它最出名的那条定理呢 就叫废马最后定理 Vermas Last Theorem 那是什么来的呢 那条theorem呢 其实也是很棒的 但是重点呢 就不是因为它很棒 所以它叫废马最后定理 是因为呢 这条theorem呢 是在它死了之后 那些人揭据那些书呢 才找到的 嗯 那么就写着什么呢 在一本书的边那里 它写了这条theorem which is 很棒的 就是Pythagnes Theorem 大概二次方 不是二是N 它就说 没有整数解的 就是它没有整数可以这样 Anyway 它重点都不在这里 重点是 它写完这条theorem 在下面 它写了个proof 就是告诉大家它知道 它没有写到 它就说 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很美妙的证明方法 但是 这里不够委舍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个 backstory 当你下次分蛋糕的时候 有人再问你 啊 你可以帮我分这个蛋糕分十分呢 你就可以跟他说 啊 没问题啊 我已经找到一个很美妙的方法 去将这个蛋糕分成十分 而且大家都会喜欢自己的蛋糕 哦 就是引用这个废马的方法 非常好 就是这样 科学一起搞 got something for GMG 这个session是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的 我们为了令大家容易点找到留言的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IG 就是atgmgscience 里面呢 开了一个限时动态精选 你找回科学一起搞 你就可以share你任何的想法给我们的啦 如果你的想法是episode specific的话 就可以选回那个集数的title 如果是random的分享呢 就可以就这样打就行了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session 和大家分享 那呢 有位听众呢 叫做hs hs hd hd kks 就在apple podcast呢 就留了言给我们 就给了个五星review我们啦 欢迎大家都这样啦 就说呢 这个podcast呢 讲科学讲得很有趣 同时 救心道有意名 哦 我喜欢啊 救心道有意名 Exactly 就是我们想做的东西啦 还有很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广东话 耶 多谢你啊 这位hsh...朋友 是 我觉得 哇 完全是说中了我们的心声 我们就是想做这件事 就是深入淺出 当然是广东话 而且是有趣的 哇 正啊 多谢你 大家喜欢听的话 都请你踊跃去留个review给我们啊 另外有位朋友呢 叫做 如果没读错的话 应该是lomeihk 就应该是因为听到上一集 Keith说 他做了一个手术 那所以呢 就说 保重 祝身体健康 By the way 你的病有很多字免解 有开心啦 有痴线啦 有心痛啦 还有躺平 所以我才是punting的痴造 在那里吃字 难的 英文叫dead jokes 但是多谢大家的关心 你痴完线了吗 没有你那么痴线 应该 心呢 都挺好的 因为偶尔呢 就是有些moment 比如可能是激动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心有点异的 以前 那现在呢 都没有这个感觉的 那所以都 我觉得叫做传语啦 还有 跟Aborona 錄 podcast 那么久呢 现在心脏很强壮 就是什么风我没见过 哈哈哈 我真的很成功地锻炼到你的心脏肌肉 哈哈哈 是的 所以多谢大家的关心 都有很多听众 DM我 就是问我有没有东西啊 有没有好一点 所以多谢大家的关心 那所以大家有些什么想法啊 或者意见啊 或者想给五星我们啊 都请去不同的平台都可以这样做的 是啊 你不想给五星review我们 都可以给一个五星review我们的 是的 没有其他选择的 我们可以的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 大家可以在Instagram at GMG Science 搞什么科学 找到关于今集的图片和相片 如果大家喜欢在YouTube 10 Podcast 都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GMG Science 收听 随时会有bonus content啊 觉得这个Podcast正的话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其他你听着Podcast的App 留个review给我们 还有要介绍给你的朋友听啊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个人IG 找到我们 我的是at underscore doctor underscore you Heath的是atheath.phoonsir 另外如果你有分享的话 你也可以去我们的Instagram 里面的限时动态里面 找到科学一起搞这个page 那你就可以留下你的任何查证意见鼓励的啦 我们下集搞什么科学再见 Bye 我这里加一句呢 我这个at underscore doctor underscore you 大家可能看过的话 是里面没有东西的 但是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快要放些东西上去的了 虽然我没想到放些东西 所以不敢说定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是有intention放些东西上去的 大家所以呢 DM一下Avalon 告诉她 究竟你想在她的page 看到些什么 可能是医科新的生活 或者是抽血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菌 那些都应该会有的 相信